親愛的弟姐妹平安 我們人對未來的事 都會好奇想要提早知道 特別是我們不順利的事 還要想要提早做準備 所以我們有時候 忍上帝的基督 困求他忍爛 憲明他的心意 但是 當我們知道上帝的家位 跟我們的期待不相同的時候 到底我們是不是願意順好上帝 有一天 我家發生了一個事情 並沒有照我所意愛的關係來發生 我就非常地煩惱 又開始想要用我自己的辦法來處理 我的心聲就提醒我 他說 我們敢是想想 將這個事情放在基督中嗎 如果事情是這樣來發生 我們就要相信 上帝對我們目前最好的安排就是這樣 我一聽 我的心聲說到非常有得力 上帝現在是透過我們生活變的人 來問我們講話 所以我就放心 如果上帝講話 我又要怕什麼呢 在這關 壓力美書 也是上上有鼓勇 領袖去問壓力美生地 也好發上帝的基督到底是什麼 也好發上帝的基督 當壓力美跟他說出來的時候 不是他們心中所期待的 他們就命意 怕他 甚至將他抓起來 後來又說他的講白菜 在猶太國白夢的時候 世底嘉翁跟貴族 以及猶太國裡面 有錢有財花的 都讓保佑倫翁跟他抓去 存一些送充散車 以及他們看不起的人 才能夠落在壓力量 沒讓他抓去 這些路來的人的冷藏 阿沙利亞和尤哈南 以及一些狡猾的人 他們就去困求壓力美生地 從猶太國上帝的心意跟他們說 但是當壓力美生地說出來的時候 他要留在壓力量 不要去壓力量 這些冷藏 不但不聽這些話 又說壓力美生地在說白菜 因爲他們從這些背心 甚至壓力美生地 都把他抓去壓力量 作為這些醫生的背心 去壓力量 也帶在壓力量 去拜他們的心臉 最後壓力量 這些醫生的背心 代表分都是在壓力量 只能有幾個小小的人 可以回到壓力量 但對整個醫生的歷史來看 這些責任的國王領袖 若沒有經緣上帝 就會帶來國家的災難 如果國王領袖 有悔慨 認罪 順好上帝的歪 就會帶來國家的祝福 相看我們在一個家庭裡面 的背部 那些是教會裡面的牧師中節 如果願意聽上帝的歪 並且順好 就會帶來家庭 教會的祝福 願我們今天都來學習 怎麼聽上帝的聲音 不可以相信在我們心中 那個志未生的聲音 願我們今天都可以聽上帝 用我們講的那個奇妙 變成要讓我們開爛 來輸透它的情 在我們心中 會不會聽上帝的那種 我們在我們心中 會不會聽上帝的 我們來學習